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突发新闻节目 今天我们把目光聚焦在距离美国大选 仅剩91天的激烈竞选战场上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卡玛拉·哈里斯 和他的新搭档明尼苏达州州长蒂姆·沃兹 在费城首次联合竞选活动中 毫不留情地猛烈抨击了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及其竞选搭档 而害俄州参议员JD万斯 沃兹在集会上批评特朗普自私自立 无视公共服务 并指责他在应对COVID危机和经济管理上失败 导致暴力犯罪率上升 此外沃兹还提及特朗普的34项重罪定罪和其他指控 强调他对法律的蔑视和造成的社会混乱与分裂 与此同时 哈里斯对他的竞选搭档表示强烈支持 称沃兹是能激励人们实现梦想的伙伴 并且是美国应得的副总统 宾夕法尼亚州州长乔什·夏皮罗 也表达了对哈里斯沃兹竞选票的坚定支持 承诺将拼命工作以确保哈里斯当选 这场竞选无疑将成为一场激烈的对决 哈里斯沃兹和特朗普万斯的竞选团队 将在11月5日的美国大选中一较高下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美国大选 沃兹在费城集会上猛烈抨击特朗普 在距离美国大选还有91天之际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卡玛拉·哈里斯和他的新搭档 明尼苏达州州长蒂姆·沃兹 已经开始了他们的竞选活动 这场首次联合竞选活动 在宾夕法尼亚州最大的城市费城举行 吸引了大量支持者 在费城的天普大学来库尔斯中心 一个可容纳一万人的体育馆内 沃兹发表了一场激动人心的演讲 他毫不留情地抨击了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及其副总统候选人 俄亥俄州参议员J.D.万斯 沃兹对观众说 唐纳德·特朗普 他看待世界的方式与我们不同 他对服务一无所知 因为他太忙于服务自己了 这一番话引起了全场观众的热烈掌声 沃兹通过这次集会介绍了自己 讲述了他在内布拉斯加州农场工作的童年 他的军事服务以及他在国会的经历 他的故事充满了美国梦的元素 吸引了众多选民的共鸣 根据德·特朗普的报道 沃兹在演讲中猛烈抨击了特朗普和万斯 他说 他嘲笑我们的法律 制造混乱和分裂 这还不包括他作为总统的记录 他在面对COVID危机时冻结了 他把我们的经济推向了谷底 毫无疑问 在特朗普执政期间 暴力犯罪率上升了 沃兹还补充道 这还不包括他犯下的罪行 指的是前总统的34项 重罪定罪和其他指控 特朗普对是否参加 与哈里斯的电视辩论一直犹豫不决 而沃兹迅速抓住了这一点 说 我迫不及待想与那个人辩论 相比之下 万斯对可能的辩论表现出了更多的决心 他在周二早些时候表示 他绝对想与沃兹辩论 在这次集会上 哈里斯也为他的新搭档辩护 他告诉费城的观众 自从我宣布参选那天起 我就开始寻找一个能帮助建立更光明未来的伙伴 他站在沃兹旁边 充满激情地说 沃兹是那种让人们感觉自己属于这里 并激励他们大胆梦想的人 这是美国应得的副总统 宾夕法尼亚州州长乔什 夏皮罗也参加了这场集会 并对哈里斯沃兹竞选团队表示了强烈支持 他在周二晚上在他的家乡州开始了集会 对两位候选人表示赞赏 他抨击了共和党人 并承诺拼命工作 以确保哈里斯当选 他强烈支持沃兹 告诉观众他是一位杰出的州长 很伟大的爱国者 这场集会的气氛充满了激情与希望 支持者们挥舞着旗帜 高喊着口号 现场充满了对未来的期待 据纽约时报报道 一位参加集会的选民说 我对哈里斯和沃兹充满信心 他们不仅有能力 还有热情和决心 这是我们需要的领导 另外 哈里斯在周二正式获得了民主党提名 经过一周的虚拟点名 他获得了所有参与代表的99%的选票 这巩固了哈里斯沃兹竞选团队 将在11月5日的美国大选中 对抗特朗普万斯的竞选票 这次费城集会 无疑为哈里斯沃兹的竞选活动 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随着大选日的临近 竞选活动将变得更加激烈 而这对组合将继续在全美各地 争取选民的支持 多切尾里总结道 哈里斯和沃兹在这场选战中 需要的不仅是战略和计划 更需要强大的决心和无畏的勇气 来面对未来的挑战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距离美国大选还有91天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卡玛拉 哈里斯和他的新搭档 名利苏达州州长蒂姆 沃兹已经开始了竞选活动 在他们的首次联合竞选活动中 沃兹毫不留情地抨击了前总统 唐纳德、特朗普及其竞选搭档 在费城这个宾夕法尼亚州最大的城市 沃兹在一个可容纳1万人的体育馆内 对观众说 唐纳德、特朗普 他看待世界的方式与我们不同 他对服务一无所知 因为他太忙于服务自己了 沃兹利用这次集会介绍了自己 讲述了他在内布拉斯加州农场工作的同年 他的军事服务 以及他在国会的经历 沃兹猛烈抨击特朗普和俄亥俄州参议员JD、万斯 后者是特朗普的副总统候选人 沃兹说 他嘲笑我们的法律 制造混乱和分裂 这还不包括他作为总统的记录 他在面对COVID危机时冻结了 他把我们的经济推向了谷底 毫无疑问 在特朗普执政期间 暴力犯罪率上升了 这还不包括他犯下的罪行 沃兹补充道 指的是前总统的34项重罪定罪 和其他指控 特朗普一直犹豫 是否参加与哈里斯的电视辩论 而沃兹迅速抓住了这一犹豫不决的机会 他说 我迫不及待想与那个人辩论 与特朗普不同 万斯对可能的辩论表现出了更多的决心 他在周二早些时候表示 他绝对想与沃兹辩论 哈里斯为他的竞选搭档辩护 告诉费城的观众 自从我宣布参选那天起 我就开始寻找一个 能帮助建立更光明未来的伙伴 在费城天普大学的 拉尔科罗斯中心 哈里斯站在他的竞选搭档旁边说 沃兹是 那种让人们感觉自己属于这里 并激励他们大胆梦想的人 这是美国英德的副总统 宾夕法尼亚州州长 乔什·夏皮罗 也支持哈里斯·沃兹的竞选票 他在周二晚上 在他的家乡州开始了集会 对两位候选人表示赞赏 他抨击了共和党人 并承诺拼命工作 以确保哈里斯当选 他还强烈支持沃兹 告诉观众 他是一位 杰出的州长和伟大的爱国者 此外 哈里斯在周二正式 获得了民主党提名 经过一周的虚拟点名 他获得了所有参与代表的 99%的选票 这巩固了哈里斯·沃兹竞选团队 将在11月5日的美国大选中 对抗特朗普万斯的竞选票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大家好 我是楚天书 首先 让我们不得不承认 沃兹在费城的集会上 对特朗普的猛烈抨击 是完全有道理的 特朗普在任期内的行为 简直像是个经营不善的商人 他把美国搞得一团糟 从COVID-19的应对到经济的管理 再到暴力犯罪的上升 特朗普无一不在误导这个国家 更不用说他那34项重罪定罪 这些已经足以让他无法继续担任总统 沃兹的批评是基于事实的 他揭露了特朗普政府的真面目 哈哈 楚天书 听你这么说 我还以为你在讲一部 好莱坞的灾难片呢 特朗普至少让我们都过得有戏剧性不是吗 说到经济 特朗普上任的前三年 美国的经济可是表现得相当不错 失业率达到了历史低点 至于COVID-19 那可是全球性的大流行病 怪罪特朗普一个人是否有些不公平呢 至于那些所谓的重罪定罪 说不定是政治迫害呢 这里面的水可是深得很啊 谢琪琪 看来你真的是对特朗普有一种浪漫化的幻想啊 让我来给你上点历史课吧 当年尼克松的水门事件 可是让他丢盔器甲 现在特朗普的行为比那还要过分 把经济搞好 看看今年的贫富差距就知道了 富人越来越富 穷人却越来越苦 至于COVID-19 全球各国领导人的应对措施差异巨大 纽西兰的总理阿登就把疫情控制得很好 而特朗普呢 简直就是个疫情迷信家 哦 楚天书 你的历史课倒是挺有趣 不过你忘了提一点 尼克松可是自愿辞职的 而特朗普可是顶住了所有的压力 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贫富差距的问题 难道只有特朗普才有这个问题吗 这可是全球性的问题 就连你说的纽西兰疫情控制得好 那是因为他们的人口比纽约市还少 再说 特朗普的支持者可不少呢 他们可是认真相信他能带来再次伟大的美国 这可不是随便说说的 谢琪琪 你这魔说真是太有趣了 顶住压力 那些支持特朗普的人 有多少是被他误导的呢 这和希腊神话中的海克力士有何不同 都是被神话化了 再来说说人口问题 纽西兰人口少但防疫措施严格 这不是借口 特朗普在防疫期间还组织大型集会 这不是拿人民的生命开玩笑吗 总之 沃兹揭露了特朗普的真面目 这是一种对美国未来负责任的表现 好吧 我们还是先不谈希腊神话了 虽然这听起来挺有趣 特朗普的支持者可不是一两个人 他们有经济上的支持 有的甚至认为他是草根英雄 这可是有数据支持的 至于疫情 特朗普也不是没有做努力 只是他的方式可能不被你接受 反正这次选举 大家有的是机会去选择 他们会用选票来证明谁才是真正的领袖 不过你还是要小心 沃兹也可能会是纸上谈兵哦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段落一 沃兹在费城的竞选集会上 对特朗普的猛烈抨击 简直是火力全开 观众们都快捂着耳朵不敢听了 沃兹从特朗普的世界观开始说起 认为这位前总统根本不懂得什么叫服务 只会服务他自己 听起来 沃兹恨不得把特朗普打造成一个自私自利的典型教材 接着 沃兹还不忘亮出自己的金字招牌 讲述自己在内布拉斯加州农场工作的童年 军事服务和国会经历 这样一来 沃兹简直像是从农场走出来的超级英雄 这一段话说得观众们热泪盈眶 这才是我们的副总统候选人 大家齐声高呼 段落二 沃兹不仅对特朗普开火 还顺手挥了一拳给他的副总统候选人JD万斯 沃兹指责万斯是制造混乱和分裂的高手 这还没完 他还点出特朗普在COVID危机中的表现简直就是冻结模式 经济也被他搞到谷底 在沃兹眼里 特朗普仿佛就是个灾难制造机 听到这些 台下的观众们个个怒火中烧 恨不得马上就把票投给沃兹和哈里斯 当然沃兹还没忘记提到特朗普的那些重罪定罪 让人感觉他简直就是在打补点 为什么呢 因为每次提到这些罪行 大家的怒气值就会迅速升高 一个个都恨不得马上就去投票 段落三 在这场集会中 沃兹还巧妙地利用了特朗普犹豫参加电视辩论的机会 来了一波反击 他说我迫不及待想与那个人辩论 这句话看起来像是要把特朗普拉到擂台上 来一场唇枪舌剑的对决 与此同时 特朗普的副总统候选人万斯却表现得更加坚决 他说自己绝对想与沃兹辩论 这对比让人觉得沃兹和万斯就像两个拳击手 在赛前互相挑衅 观众们则是摩拳擦掌 等着看好戏 段落四 哈里斯站在他的竞选搭档沃兹旁边 对观众说沃兹是一个能帮助建立更光明未来的人 还说他是那种让人感觉自己属于这里并且激励他们大胆梦想的人 听到这里 大家都纷纷点头 认为沃兹简直就是完美的副总统人选 而宾夕法尼亚州州长乔什夏皮罗也来了 他不仅对两位候选人表示赞赏 还承诺会拼命工作以确保哈里斯当选 这真是一场热闹的集会 大家的情绪被推到了顶点 感觉选战已经胜利在望 总结 沃兹在费城的这次集会上对特朗普和万斯进行了猛烈抨击 展现了自己作为副总统候选人的强大实力和正义形象 他用幽默又不失犀利的语言 让观众们感受到他的决心和信心 而哈里斯则为他的搭档背书 强调了沃兹的重要性和他对美国未来的积极影响 这场集会不仅让民主党支持者们士气大增 也为即将到来的选战预热 令人期待沃兹和哈里斯能在选战中取得胜利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 让您拥有145种语言能力的新时代 在这个不可思议的新时代 语言不再是障碍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隆重推出 这项由欧洲、美洲、亚洲的顶尖科技、语言和媒体专家 合作开发的创新技术现已开放使用 该系统能够克隆您的声音并将文字转换为语音 使您能够掌握多达145种语言和方言 为您的生活和工作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革命性的多语言能力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的最大亮点在于其广泛的语言覆盖范围 无论是商务会议、国际交流、教育培训、还是日常沟通 这项技术都能让用户在全球范围内自由交流 只需几分钟 用户便可轻松克隆自己的AI声音 体验从未有过的多语言沟通能力 简单便捷的使用体验 使用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非常简单 无需任何专业设备,也不需要学习复杂的技术知识 用户只需进行简单的操作 即可完成声音克隆过程 并将其应用于各种场景 无论您身处何地 都能通过这项技术突破语言障碍 实现高效沟通 广泛的应用场景 这项技术的应用范围广泛 从商业到教育、从媒体到娱乐 都能发挥重要作用 对于企业来说 这意味着可以更好地与全球客户和合作伙伴沟通 对于教育机构 这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学习多种语言 对于媒体和娱乐行业 这将带来全新的内容创作方式 立即体验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现已上线 欢迎访问以下链接进行体验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 HTTPS 六度WorldPTS 立即登陆 体验这项改变未来的创新技术 让您的声音在全球范围内响起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